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现在是在哈姆赛德庄园汉林公馆的东花园里面 我右手边这一排就是当年1841年的时候 庄泰尔当年第一个兴建的自己的家庭 所以也是目前为止里面被分割成了不同的公寓房 我正对面前面的同样也是二级保护建筑 当年是用于国王大学的校舍 这个当年是英国四大家族 John Taylor非常顶级的富豪 他是英国最大的皮革交易商 他当年自己建立的庄园 里面有很多的细节都已经体现到他当时个人的一些审美 后来经过几番风雨的洗礼 这个庄园几经一手以后卖给了英国的国王大学 国王大学把这棟庄园改建成了他们的校舍以及他们的图书馆 庄园一共加在一起是13栋楼 这13栋楼里面有7栋是原来的老房子 也是现在英国的二级历史保护建筑 另外的6栋是新建房 所以这个项目绝对是一个人类的文化的一个瑰宝 同时也是历史与文明的现在的一个碰撞 那我们的老房子呢 以白色这栋最老的skill开始呢 那往后延伸 那每栋楼都有当时的一个名字 然后后面的一个横排 以及右边 这7栋加在一起呢 是二级保护建筑 另外的几栋呢 分布在侧面的呢 是现在新建建成的 新建建筑 那修心如旧 然后整个环境呢 要融为一体 所以呢 每栋楼的外观虽然不一样 但整体的风格呢 都非常的漂亮 属于这种古典化的 英伦老腔调的庄园 我们现在在售的户型呢 从一房 两房 三房 分布在这13栋楼 不懂的位置啊 如果大家喜欢小户型 一房这样的户型呢 可能要看这栋新建建筑 这个呢 里面是充满了小户型 下面呢 而且是有地库的入口 非常方便 这栋楼下面呢 还有整个楼盘的 我们的会所 如果大家想看 住在这种老腔调的房子里面 是什么感觉呢 那主要看的是这一排 这边呢 还有一些两房 也是在售的 所以要看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因为有些客人 可能比较喜欢 新式的建筑 有些客人想呢 来到伦敦了 那买点老英文腔调的老房子 也很不错 所以我们带大家都看一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